委員自分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我不 treat我視為了 name 詢問 詢問和呦 啦喔? 好,並不MP職位 我們 mogLy 將ên岳儀 因為的確確實實情 我的確確實 這樣的 информ jon一 原本本辄信 確實人包括 算編和某什麼東西 各位有所謂的古希어서 dru日常陰 已經是較穩慣的 羽繫也很方便 那麼對於你而言來講的話 台水六輕對我們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甚至呢 我們的生活上 我們也覺得是面對相當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在這邊的話 本席今天就希望能夠跟院長還有部長好的談一下 六輕呢 它是生成什麼東西 六輕它到底有多大 六輕呢 第一 它的面積呢 它廣達了2604公頃 它比澳門呢 小一點點 也差不多是台北市的中山區 還有中正 還有大同區加起來的總和 它是全球第二 第二大的集中顯的石化的工業園區 它僅次於新加坡的玉朗島的石化園區 那麼它的營業額呢 高達1.7兆 是我們台灣目前國民生產毛額的 10.7%左右 遠比新竹園區的1.1兆還要高 第三呢 台水六輕攤的設備的元件 高達219萬個 它的除草 它超過了2000座 排放的管道呢 超過有400根 各種管線的總長度 將近2000公里 可以繞台灣的話 繞兩圈 其他的設備 本期在這邊的話 我就不再細數了 它的環瓶呢 所通過的199個製程當中 從原料到最後的廢棄物 屬於列管的毒化物 就有71種 每年產生的量高達1500萬噸左右 它佔全國的58% 其他的污染物呢 也超過230種 每天在六輕活動的員工 還有包括包商 大概有1千 1萬2千人 台水六輕這麼大 但是這麼大的六輕 我們政府要怎麼管理它呢 院長 過去我們的管理台水六輕 我們政府的主張就是自主管理 為什麼會說自主管理 台水六輕太大了 確實大到地方政府無以負荷 大到地方政府是沒有辦法去管理它 但是說起來來講的話 自主管理也並非在全世界沒有權力 它也有權力 美國的私有協會的API的規章 就是來自於協會 有22家大型的石化廠的共識 但是他們自己訂的各種的 各種的標準比政府的法規還要嚴格 因此它打造出享譽國際的API的一個標準 而我們的六輕呢 風險這麼高的大型的石化專區 它不但沒有專法 沒有專章 也沒有自主管理的規章 更沒有專責的機構 它完全只能靠一般的法令去約束它 還有一家手工的香皂工廠 竟然沒有什麼兩樣 第二呢 工業局在六輕雖然從2011年開始設有服務的中心 但負責業務的只有六個人 部長你知不知道工業局派在台塑六輕的服務中心 只有六個人 主任是哪一位 它的專業度是不是夠 舉名叫做服務中心 要服務誰 服務產業 貓鼠雖然有中期的環境的督導大隊 但是它們督導的範圍呢 苗栗 台中 南投 彰化 還有雲林跟金門 六個縣市所有的環保的業務 地點呢 也遠在台中 另外有負責獨災的中區環境事故的專業技術小組呢 雖然有設在雲林 但是每次我們地方的台塑六輕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通知 獨災的應變隊 它幾幾戶 大概要一個鐘頭 它能夠來到事發的現場 然後才要去找到下風處 然後去找到是不是能夠捕捉到有沒有任何污染的物質 雲林縣的環保局是管理六輕污染的主要的權責單位 但是我們的環保局總共有多少人 院長 你知道 我們的公務體系地方政府的環保局總共有多少人 我們的員額才四十三位 業務還包括雲林其他的十個工業區 還有各種全縣的所有的環保的業務 這種小蝦米怎麼去管台塑六輕這個大金魚 說到這裡 院長 你可能還是沒有辦法了解六輕這個風險有多麼高的石化鑽區 以下我就拿它跟新加坡的玉朗島的石化園區做一個比較 讓院長的話 就這兩個的比較 比較有一個概念 第一 玉朗島距離新加坡的陸地是2.3公里 但六輕距離台灣的陸地只有200公尺 新加坡的空氣品質原來就比台灣好的四到五倍 玉朗島投產了以後 當地的空氣品質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六輕卻是台灣污染問題最大的元凶 部長 你同不同意 你經濟部所俠管的啦 所有的工業區 你同不同意台塑六輕 是台灣控污染問題最大的元凶 部長你同不同意 玉朗島呢 從2000年投產到現在 只發生過三次的公安事件 但是六輕呢 從1998年投產到現在已經有27次重大的公安事故 比如說2011年 因為管線的洩漏發生的大火 煙燒的仰天都無法撲滅 附近的餘溫的水面呢 全部都是黑面 黑色的落成 瀰漫的秋季呢 再度引發了我們民眾 極大的恐慌 海獸本身也因此損失了一五千萬元 玉朗島的環保機制是國家集中管控的 這院長你知道嗎 現在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玉朗島 新加坡 他們的水費很高 所以每度將近新台幣50塊 之所以為什麼這麼貴 原因是因為裡頭 它包含了有廢水的處理的費用 所以根本就不會發生廠商偷排廢水的問題 因為呢 全部都已經是預繳了 新加坡的玉朗島呢 以高單價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為主 他一年營業額高達新台幣2.45兆 所以這次是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產品 他都以低價在競爭 因此控制成本是什麼 是台塑六千呢 他一貫的企業文化 我再提到第六 我們看新加坡呢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們在2014年的話 成立了一個安全與風險的管理中心 簡稱叫做SRMC 它集合了中央的消防環保 勞動經濟 及地方政府的部門 他主要的工作在做什麼 他主要的工作在制定定量風險評估 讓業界在處理危險物質的時候 他有一個標準 光這一點呢 就讓本席覺得政府呢 是要值得思考 還有要去檢討的地方 院長 本席說了這麼多 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今天讓你續任 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你打算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院長 面對 這個全國面積最大的工業區 全國銀額最大的工業區 全國設備的密度最大的工業區 全國用水量最大的工業區 還有包括全國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最大的工業區 全國的PM2.5排放量最大的工業區 全國環評變更次數最大的工業區 還有全國毒化物產生量最大的工業區 全國的廢棄物產生量最大的工業區 還有全國影響人民健康最大的工業區 政府還要讓他繼續自主管理嗎 還要讓他繼續自主管理嗎 院長 院長 我剛剛跟你談了那麼多 也許部長精管的啦 工業局是你狹下 但是我講這麼多還是要讓院長了解 院長 你知道以前經濟部的工業局 就是跟我講說 他說 六斤這麼大 你電腦你是在擦什麼 那本地就是自主管理啊 OK 我們這幾年這樣做下來來講的話 自主管理 但是我把問題講了這麼多 還說六斤這麼大 丟給地方政府 合理嗎 那我們怎麼樣再讓他繼續自主管理 已經發生那麼多的問題了 院長 你覺得呢 報委員 院長 我請院長達夫好不好主席 好 那個 我想第一件事情 當然是把這些負面效果降到最低 負面效果降到最低 那些規範 由中央來定 這個是已經做了 對 這環保的規定 接下來就是執行的部分 那個我覺得 地方的環保單位 如果人力不夠 或是能量不夠 我覺得中央可以 幫地方的環保單位做的是 把這些監控的方法 設法做得更自動化 院長 不需要太多人力去做 院長 我跟你說 他的設備的原件超過219萬個 超過原件超過219萬個 地方政府怎麼去檢測 怎麼去追 最終他的219萬個原件 你知道如果去查一個 抽查一個原件要多少錢嗎 219萬個 地方政府如果去跟他抽檢 等於在幫台塑六青量身定做 我再幫他做身體檢查 院長 你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大到這種程度 那麼新加坡的裕朗島 它是國家集中管控 我們台灣還有些人的話 真的是大言不慘 還說新加坡裕朗島 是copy什麼台塑六青 台塑六青 是全世界 所有的上中下游的石油烈解 都是集中在那個基地 集中在那個基地裡 造成那麼大的問題 地方政府怎麼會有能力 所有的公務人員 都是經過國家考試 然後進入到雲林縣縣政府 面對整個的製程 那麼樣的專業 你要叫他們做什麼 他們每天就只有法寶而已 他們就像是標榮 本時在當院縣長任內 雲林縣縣政府曾經從2008年起 我們就委託有台大 公共為首的詹章卷的老師 執行了雲林沿海地區空氣污染 以及環境 健康世代的研究的計畫 院長 三年下來發現 我們當地的空氣中呢 二氧化流增加了 民眾尿疫中的揮發性的有機物也增加了 由於中央的法規無法有效的管理 縣政府手上的武器有限 所以呢 縣政府才會去制定的 深煤及石油膠的自治條例 如果中央的法規讓地方政府有武器 雲林縣地方政府 為什麼要去制定這個自治條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沒有必要去制這個自治條例 那我在任內裡頭的話 我們有推出了加鹽標準 雲林縣設備原件會發現的有機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還有雲林縣的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標準等等 我們試圖要自救 還有呢 在我任內也推動了碳費 推動了碳稅 結果不是中央封殺 不然就是到目前為止還是擱置 問題要怎麼解決 院長 我再跟你講這麼多了 我想總是你有個概念 有個概念讓你去認識說 六千之大是到底有多大 院長 你現在有概念了嗎 新加坡的預朗島也這麼大 他說六千也是這麼大 結果他們是怎麼做的 他們的國家是怎麼做的 謝謝委員這麼詳細的說明 您花了這麼長時間 我現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的回應是說 這個縣政府這邊管理人力有限 我們經濟部其實過去對於這個六千 做過很多次的公安演練 環保機場這些都在做 那再進一步的話 我會請向讓這個 六千把他內部的這些 環保監控的數據 對於政府能夠公開 而且這個數據要能夠去 激合他的真實性 這樣子才能夠省人力的去做一些 館長 我剛剛跟院長談了那麼久 雖然520新的政府的話就會上來 但是我希望院長 你在520之前 其實我們的行政機關還是可以有作為 這也可以留下你一個 一個很好的政績 過去本期在雲尼縣現場任內 我曾經有提過一個構想 就是要求中央的部分 中央的政府成立 國家級的六千工業區的環境監控 及災害防救應變中心 它可以整合的平常我們的災害的預防 還有勞動的檢查 還有環境的監控 和突發狀況的緊急應變等等的 處理的功能 甚至可以納入目前六千 自由的災防的設備與人力 院長 本期手上的這份資料 就是我在雲尼縣建政委2010年的時候 我所做的國家級的管制了 六千的預防性的災害的規劃 可惜不被當時的經濟部所採納 本期仍然希望以上的說明 能夠讓你了解六千的規模之大問題的複雜 絕對不是現有的法令和機制 能夠良好管理的 更不是小小的雲尼縣環保局所能夠勝任的 因此呢 今天是不是有請你 等一下我請你說一下這份規劃書好不好 就請院長就帶回去 行政院就好好的研究 並且在四月底之前 能夠以書面的話答覆本席這樣好不好 可以的 可以 這個國家級的六千工業區的環境的監控 及災害的防救應變中心的主張 從2011年到現在 六年來都無法成立 所以我希望在四月底之前 行政院能夠給我一個分析 跟解釋說為什麼 2010年到現在來 這樣子一個規劃跟主張 都不被經濟部不被中央所接納好不好 可行 因為我就在委員講的十縣之內 請經濟部去好好瞭解 好 謝謝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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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保證